好 来个娱乐八卦 大家猜不猜到后面是谁 话说吴若熙的偷食事件 即是怀疑老公公审 叫做告一段落 但连带梁思浩网台那一集和江美仪两个直长直逃 大爆了很多东西 其中大家勾起了昔日亚姐冠军 被誉为最美的亚姐 不过很多人都被誉为过 例如最早黎燕山被誉为过 后来也有不同的人都说最美的亚姐 这个的确是最美之一 结果有很多版本 梁思浩网也重提过 其实之前文进也提过 王家慧拍到电影一样的剧集 梁思浩网里面直接模拟了这个桥段 也是一个上海首富 话说亚姐冠军当年被对方的正室大婆 不知道有没有带了一群人 这个桥段后来也拍成了那一剧集 例如一无倾城也有的 带着一群姊妹去踢斗 立即当众在一个cafe 铜锣湾的 不知道有没有说八婆的那些 占恩 一巴就兜巴挂下去 当众在那个cafe 就说你敢搞我老公 事后也公开说我才是唯一的周太 因为上海首富 姓周 这个大家估计到了 95年亚姐冠军 梁思浩也提过 文进也提过 樊花也提过 而且她的直播也说了一个挺好的 就是说那些大婆有一招保证没有人会搞你的老公 没有人会看中你的老公 因为往往老公被人看中 都是老婆搞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往往大婆很喜欢炫耀放闪 设备和别人说 老公怎样好怎样好 又送什么给自己 又说吓到孔 晒恩爱 anç还爱 往往往呢 第一 放闪 会惹人妒忌 永远最好假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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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白وب 要是有些人是曾真人富贵的 不王太脱了 越来越来越招人妒忌 有一些人就没有触摸有put 将 rogue 比较贱的就是我交了你老公 搞了你离婚之后我离婚了你老公 这样也有的 有些是神仙的 俗证 也就是正面一点 你老公原来这么好的 我又去试一下线 或者去游泳 献一下欣勤 送一下波饼 用什么又送个袋子给我 也有好处 所以怎么计算呢 都是不好的 他说最好是在人面前 又未至于说要嫂子老公 总之他都对我不好的 我夫妻没什么感情 这个是个坏人 或者怎么样 适量地 最好说笑就是我老公不行的 保证没人搞你老公 这个可以大家试味一下 说到这位亚者冠军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留下一个最后的防线给他 其实很多网台都说过 杨公瑜其实挺漂亮的 后来 事后 因为文进是他当年经理人 事后杨公瑜也自己解话 他完全不知道姓周是有老婆的 后来知道当然就是散了 但是那时候盛传说用12万一个月的月租 的一栋半山单位是金屋藏嬌 真的挺吸引的 如果12万 租也租12万给他 零用钱也不会少过12万 我认为真是个人 没有的 漂亮 漂亮就自然有人会购买的 大把有钱到这个世界 他开始也没有说谁 就是当年那个 后来又提到另一个 也是亚者出身的 那个更高 他发现自己有外遇的老公 有一次跟记者巧妙地 轻轻透露了 我觉得我老公有点不妥 不知外面是不是有些东西 在搞 结果那些记者就八卦 他老公有东西 变成了 免费请了对私家侦探帮他查 整间报馆 免费帮你捉奸 后来真的查到 这个大妇也仍无其事 老公 你有没有看新闻 这个是不是你 远胜地 结束了老公偷食 后来他说这个女主角 后来也不是那么 好 不是那么顺利 有些惨事 这个大家在留言区 估计 是某一个 又是亚士出身 这个我们不说了 不说名 因为留言区也说了 最近杨公鱼 就是全 2002年 当年全盛时期 被上海首富 姓周 都挺划算的 虽然是中年男 但还是挺有魅力的 中年男 挺划算的 12万 租一个 半山豪宅 可能是他自己的物业 总之 市值月租 12万 后来一个大妇 捉到他 踢斗 是一间意大利餐厅 不知道有没有带队 应该带了姐妹 没理由是一个 那些剧插都是一群姐妹 大店的带头 通常一杯水先淋 一淋 眼看不到东西 就扮一巴掌 就说你敢搞我老公 事后公开表示 我才是唯一周态 后来阳公鱼闹大了 这件事影响了很厉害 所以后来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他无端端消失了 可能 那条脑子 可能给了一些订购费 不需要怎么做 现在 都是游山换水 那些典型 有钱KOL的 IG 动态 摊一下世界 旅行 做瑜伽 那些 事后他自己解话 凋探了 几年后 当时男方花言巧语 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介入了人家的婚姻 他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除了自己很伤之外 打击很大 最后没有 这些大破是挺厉害的 不过这样也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也不知道 我们不是女人 大破 如果你作为大破 应该怎样 知道老公偷吃 看性格 大破硬正 兜八卦 文俊 后来也解话 他典型是哄女的超高技巧 哄到这个傻子 塌塌 还说当年用跑车去追杨公鱼 最终没有 搞到是乱了 大龙 他95年出生的 亚者冠军 最美丽的亚洲小姐 后来立刻顺风顺水 都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呈现出来 他内女也不知道 内女应该都是呈现出来的那种 我想都是 是不是真是傻子 心底善良 还是怎样 不过 那些人又骂了 你眼看就是 内女也不知道多开放 不知道 那时拍风云 女主角 那时拍摄几套剧后立刻就出去拍电影 你想想多重要 但这些是女主角 那时拍摄几套剧后立刻就出去拍电影 你想想多重要 但这些是女主角 就是突然间消失了 没有太美丽的那些就一定有负伤撞中你 后来繁花里面也是有类似的桥段 看回文俊当时说 他说这个男人不断承诺我会离婚 然后有时又说自己有些绝症 文俊说这些我们写小说 写爱情小说 才会写的 他用了这些桥段去哄女 也挺高的 经常说离婚离婚 这早上听过 但是说自己有绝症 真是追了追到这么厉害 第一次听 总之令到这个傻妹 信到贴贴服服 当时杨公鱼和妈妈都很心急 这些人都很心急 像杨公鱼和妈妈都知道 即是局外人会看在眼泪 但是文俊最不好的都是这个周山 不过人家有钱 用钱玩女人 他又不只是包 他还会哄你 哈哈哈哈 男人梦寐以求 不只是用钱买东西 真是用钱去追求女人 用钱再加追求女人 挺正 男人梦寐以求 这些过程 有一次他在上海通电的时候 他就说他用老爸 称呼文俊 老爸 谁又来接我了 文俊就说他怎么接你 他说 没有 他跑车后面跟着我们 即是他们的保姆车 哈哈 文俊就感触说 有钱人追求女人 真的不同 想怎样就怎样 其实挺开心的 其实 那时候就说他在咖啡室被人打 被人掌刮 后来马上 第一时间 先回来 去了文俊家 就量 怎样拆 因为那时候很大单 如果那时候 没有youtube 如果有youtube 就过瘾了 大家又追着来报 又报几条片 这些 他说是要量 如何处理 如何面对传媒 后来也是 一沉不震 想不到一个掌刮 当年20年前 22年前 现在可能很狠 现在潜水又出回来 以前是不同的 犯了这些事 就好像 判 判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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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俊就说 跟杨公瑜 以前是经理人的 关系 不过现在 没有了 但仍然 都会见面 一年一次 起码 如果有机会 去到北京 上海 都会约吃饭 说这件事 就是担悟了 杨公瑜 所以原来 为什么 会无端不见了人 很可能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多大 我又 你笑就笑 我从来都觉得杨公瑜 他 表里都是一样的 他银幕呈现的杨公瑜 我觉得他里面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说要相反 那就没办法 我觉得 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就看大家怎么看 挺有趣的 最近吴若熙引申了 大家讨论了杨公瑜 其实那时候 《梵花》 上架 因为最初是大陆平台 那些 播 最近 TVB播 播完了 因为我有太多剧看 还没看到《梵花》 那时候 大陆也开始 重新讨论 是否在说杨公瑜那件事 看看他会不会回复 我想 首富也是 给了一笔很丰厚的 订煲费给他 不优了 总之 首富最有要免 吃着个小 所以这件事是一个弱八卦闲料 看看大家怎么看 今集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